美丽富饶的热带雨林对涵阳水源,调解气候,吸附空气污染和保持生物多样性的意义重大。 但是近代以来四五百年里,地球上的雨林面积已经锐减了一半以上,其主要原因是乱砍乱伐,烧荒耕地,过渡放牧,采矿淘金等人为的污染破坏。 归根结底就是以珍贵的雨林资源来发展经济,为了保护日益珍稀的热带雨林,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,比如建立国家公园,保护区等。 在中美洲、厄瓜多尔北部地区的伯萨瓦热带雨林,号称整个美洲连同南北的动物走廊,因此被世界自然基金组织化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区。 但在利益的驱使下,还是有人在保护区盗砍烂罚。 更为可恶的是,一些盗罚黑势力还贿赂官员,威胁当地居民贩卖毒品,简直无恶不作。 厄瓜多尔的公共检察官,弗恩特斯毫不畏惧,他下尽决心和一切破坏保护区的人斗争到底。 弗恩特斯带着一队士兵已经在伯萨瓦崎岖的山路上寻访了大半天,还是一点收获也没有。 弗恩特斯询问了很多当地居民,试图找到盗罚黑社会的一些线索。 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像这位农场主一样,由于害怕或者依附于盗罚者,反而对检察官满怀敌意。 在他身上,弗恩特斯照例没有得到任何肯定的回答。 他们就像唐吉柯德一样,往往在茫茫林海里,几天几夜都徒劳无功。 今天事情有了转机。 有一家农户受到了黑恶势力的暴力胁迫,六发向天射击的枪声,吓得这名十二个孩子的母亲终于打破了沉默。 弗恩特斯总算找到了一个侦察突破口。 在弗恩特斯的要求下,当地警方迅速出动,并在保护区一处深山老林里发现了暴徒的踪迹。 在强大的威胁下,他虽然心有不甘,却也只能束手就擒。 这名暴徒用非法手段占有了一大块地,并疯狂地几乎砍光了地里所有的树,导致图纳瓦朗河水源流失而干枯。 这种破坏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原因。 接下来请观赏古井贡酒特约之《枪枪三人行》。